什么外星人要毁灭世界 那我就要拿起武器 加入外星人 火开个箱子给我传送了 你这是益次元宝箱啊 啊陷阱 这是陷阱 告诉后面寻宝的兄弟们 千万不要贪图这个宝箱 好家伙这给我送哪来啦 外星人的老家 太疯狂了 即便是这种情况下 主角还说要找到宝箱 不是吧你 事前如命啊 我飞 是时候考验我们的跑酷技术 好家伙这地方太抽象了 飞往更高处啊 啊飞不动啊 这怎么飞啊飞不动啊 怎么也飞不住破碎的世界 好你个策划 这么难为我是吧 还让我探索这个破碎的世界 这有什么好探索啦 一眼都忘到头啦 啊策划 你是特别喜欢这种破碎的感觉 外星人就住这地方 难怪他们要来抢夺我们的星球呢 我理解你了 就要两个人在两个地点 35秒内同时按一下全然 我是哪找两个人 啊难道是我一分为二 好家伙 十四十四五啊 成功启动 不愧是我 啊又是个陷阱宝箱 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哎呦 阿克里德的救世主 没想到居然还有人类存活着 你这不废话吧 我们人类可是这世界的主人 来自哪里 已经封锁了群星 不可能从外面来的 先看看正常的剧情 你们中出了一个叛徒 我只是来拿点奖励 外星人毁灭世界 太好了 我要加入你们 好家伙 我就成了阿克里德的使徒了 以后整个世界有我主宰 哇 太美了 羞肉 今天我不做人了 直接获得了阿克里德的使徒 太帅了 你别说这个剧情有很多分支呢 策划用心吧 每一个不同的分支都可以走向不同的结局 看一下另外的分支啊 这波我们就是无脑莽夫 废话不多说 上去就是干 小小外星人不足挂齿 再见 我一己之力成功的阻止了外星人 当个莽夫也不错 一网打尽 阿克里德的仲裁 再看一下第三个结局 我又来了兄弟 同意 你以为我同意了 想多了吧小伙子 直接攻击你 这波是咱们把外星人都给忽悠了 小小外星人 诱惑的一个成就 罪孽深重啊兄弟们 成了人类的叛徒 赶紧悄悄于恢复一点功德 兄弟们 你们都选择了怎样的结局呢 好